上班尖峰时间,公车行进新北市三重 驾驶看到路口庸塞为了抢快急着左转 竟然就逆向超车将近10公尺 让其他用路人目睹器地拍下来PO上网 警方表示,违规的部分最高可以开罚1800元 而客运公司也赶紧道歉 表示已经将驾驶召回福岛 也会依照规定处分 上班尖峰时间路口有点塞 绿灯亮起其他驾驶乖乖排队 慢慢跟着移动往前开 只是这辆公车右左转似乎等不及 驾驶心意很干脆直接横跨双黄线往前冲 车辆来来往往实在好吓人 违规瞬间全被拍下 这边一早通勤时段车流量众多 却有公车见到前方大排长龙 突然左切立向超车 蛮危险的 都是公车啊 不是从这边都这样超过去 早上塞车嘛 就开不过去啊 路口太小了 大卡车比较会啊 附近居民说 新北市三重这边的道路 比较窄 雍色情况蛮常见 但公车驾驶载客还敢违规 实在不得不让人捏把冷汗 驾驶士士必要接受 陈处客人业者赶紧出面 致欠承诺将加强教育 而他违规的行径最高可开罚 1800元 只是再看看这一幕 工车司机到底在赶什么 如此不顾乘客性命跟安全 真的叫人胆战心惊 警方自己网球明星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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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